美国总统拜登12月3日在记者会上声音沙哑地讲述关于近期的经济状况后 主动对媒体透露他感冒了 拜登在被媒体询问为何声音沙哑时回应称 拜登补充说他每天都会接受新冠检测 并说明最近喜欢亲他脸颊的一岁半的孙子感冒了 因此他可能是从他孙子那染上感冒 据悉拜登就11月就业报告发表讲话时 声音明显就低于正常水平 他停顿了好一会儿清了清嗓子才继续演讲 在演讲当时并没有戴口罩 而这是他在白宫发表讲话时的一般做法 在早前的体检中 拜登的医生对他在演讲期间 亲喉和咳嗽频率的大幅增加进行了具体检查 医生发现拜登患有一种被称为食管恐扇的疾病 这会导致他出现反流 医生称这可能是他更频繁的清喉咙的原因 I'm okay I have a test every day to see a COVID test I check me for all the strange What I have is a one and a half year old grandson who had a cold who likes to kiss his pop And he'd been kissing in my anyway So but it's just a cold